欢迎收看财经Espeso 晚上好我是威命 首先来关注股汇行情 亚洲股市今天普遍上扬 马股也在国内基金和外资积极参与之下 在以最高点收市 全天涨了15.67点 以1675.49点币市 开年到现在 马股下跌一天之后就连续三天上涨 共起了39.96点 汇率方面 由于美元下跌 令马股对美元摆脱颓势 连续第二天反弹 截至下午点爆4.4740令吉 加投数据则显示 外资净买了1亿3635万令吉 本地机构则卖出9625万令吉 散户也卖了4010万令吉 接下来看企业不来外单元 拥有台湾连锁饮料店日出茶泰 Chap Time大马代理权的LOVE控股 今天单方面遭拥有Chap Time品牌的台湾六角国际事业公司 即时终止合作关系 这家台湾公司也会全面接管大马Chap Time 六角国际事业公司透露 双方是因为无法在原料政策 以及部分产品的付款等方面达成共识 而终结代理合约 目前LOVE控股还没有回应 该公司首席执行员吕伟利 去年8月受访时曾经透露 有意让公司在两年内上市 以筹集资金开发区域市场 由产业大亨丹斯里林刚和持有的 宜克韦市 今天和著名沙拉月财团 三菱集团属下公司设立联营公司 以建造沙拉月州泛婆罗州大道的 21亿1280万令吉工程 这项合约由三菱集团在去年拿下 宜克韦市将持有联营公司30%的股权 意味着该公司所占的合约数额为 6亿3380万令吉 同时这项工程也让宜克韦市 得以进军东马建筑市场 最后来看国家能源公司的最新动向 英镑对马币去年贬值13% 不少大马企业积极物色英国资产 而国家能源公司今天就宣布了 以8600万英镑 大约4亿7656万令吉 收购英国再生能源公司的50%股权 这项收购计划可以为国家能源公司 换取最少182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厂容量 进一步扩展海外版图 早前该公司立下 在2020年取得高达5000兆瓦的 国际发电产能目标 其中包括250兆瓦的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那今天财经呢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祝你晚安 祝你晚安